中共總理李克強訪問德國 德國政府人權政策和人道援助事務專員羅寧 要求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向前邁步 2月7日 羅寧接受德國電視二台訪問 羅寧表示 中國公民越來越具備權力意識 歐盟應該清楚地表明歐洲人的立場 要求中共當局能在人權領域取得某些進步 廣傳貴州省賀状縣可樂鄉一名13歲女童 因為不順將髒水倒到鄉政府的車上並弄持官員 結果被原姓黨委書記帶人用手銬靠住 當街遊行20多分鐘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時報 5月25日發表名為 中共苦心經營結交朋友的文章稱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 是中共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一個情報蒐集平台 該部門原名敵情偵察部 主要職責是開展分解敵人和團結友好軍事力量的工作 在昆明市民抗議煉油廠走上街頭後 現在在昆明買口罩要實名制登記 當地也禁售白T恤 銀印、打字、廣告、印刷 全部要登記身份證資料 消息稱 這是因應即將到來的中國南亞博覽會 以及害怕民眾再度走上街頭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總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